我的範例檔是2003的 所以上方會有個相容模式 有沒有 所以相容模式你Ctrl向下 再向下 他最多是6536 6萬多比 有沒有 也就是因為我現在是2003的模式 那如果說你們最後特別注意 假如你今天做完的東西 特別注意請你把它另存新檔好了 另存新檔的時候請記住 當然在2003 以前的版本是 他沒有區分什麼區分有沒有 沒有 VBA 所以 可是如果在2007以後的版本 他有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Excel活業部 一個叫做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請記住 一定如果說我們剛有寫VBA有寫模組啦表單對不對 請記住 千萬不要選 第一個選項 存檔 因為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他會把你的表單 跟模組 通通都刪除掉 就 存檔就不見了 所以之前有同學 他就這樣子 按下儲存 他想說這個應該沒問題 按下去 他會跳出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無聚集 也就是你剛剛做的東西都不見了 他問你說 是不是繼續 如果你按下是的話 可能 就 無法挽回了 因為你剛剛做的東西 全部就消失了 特別重要 所以請你按 那應該選哪一個呢 請你選 下面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按儲存 這個時候 你把它關閉 再把它打開的話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我把它放大到圖示 這個是我們 原來的 這個是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會有個驚嘆號 那 將來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會出現 安全性警告 有沒有 那如果你現在 直接去執行那個 我們剛剛的VBA 它是不會理你的 請記住 一定要 按一下這個按鈕 啟用內容 所以像剛剛好像有同學 就是 沒有啟用內容 直接就去 按一下按鈕 結果發現怎麼都不會walk 因為 它會 警告你 你要不要執行 那這個時候 當然理論上 你就把它 啟用了 如果說將來呢 你不希望說一直警告的話 你可以從開發人員 安全性 開發人員那個聚集安全性 有沒有 去把那個 安全性 改成啟用 所有的聚集 它就不會再警告了 不過 當然 不太建議 然後沒有 瓜糊 會有潛在性的危險程式 因為 以前就有聚集病毒 不過現在應該比較少 聚集病毒了 可是當然還是有可能 OK 因為如果說有人跟你有仇 寄一個那個什麼 VBA 直接 執行之後 把你的 把你的哪些檔案給刪掉的話 那就有危險性了 還是有風險 所以 建議是用這個 記得將來就起用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 起用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去執行你之前寫的東西 當然就還會 不會有問題 清除 如果你沒有起用的話 你按下它 它會跳出一個警告 你沒有辦法執行 這個時候怎麼辦 請你就是 關掉重開 記得按啟用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說 各位 檢測向下 剛剛是 6536 對不對 現在因為我們是 沒有相容模式 對不對 不是相容模式 所以它最多比數是 1048576 也就是說大概是100多萬筆 那100多萬筆 如果以那個 一般性 應用 我想應該夠了啦 100多萬筆的 資料庫容量 應該還蠻夠的 100多萬筆 可以存多久 因為你一天的話 大概頂多 幾千筆 大概也要很久以後 才會滿 OK 那個時候 可能你應該就把 資料 有些舊資料就把它刪掉 就好 或者是 再增加一個 新的工作表 也有100多萬筆 OK 我想 所以呢 以前 比較不會拿那個 Excel來當資料庫 的原因是因為 只有6萬多筆 真的不合用 第二個是早期 Excel怎麼樣 那個RAM太小 所以你資料量一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常常跑到 白畫面 盪掉了 但是現在好像幾乎沒有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有沒有 像我們現在的這邊的記憶體 最少都是8G 8G 16G 說真的啦 你隨便跑都不會 怎麼樣盪機 也就是以前 比較不會用那個 Excel來當資料 現在應該 我覺得比較 所以現在 那個 SS好像越來越少人用了 以前用的還蠻多 為什麼 因為以前 SS放大量資料 比較不會像Excel一樣 會盪掉 現在就比較 好像還好 所以現在大部分就是 直接乾脆用Excel 就OK了 還有一個原因 我問了很多 一般公司 我要多買 SS的話 要花很多錢 因為一個 SS的授權 你就要買到專業 好像要買到專業版 那個費用的話 恐怕是一般 只有Excel的版本的好幾倍 對一般公司來說 其實也是一筆開銷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存檔的部分先完成 並且開啟下一個練習範例 就是 邏輯函數 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主要還是以 綜合練習這兩題為主 然後 大概簡單 複習一下 前面的東西 但是就多了一個邏輯判斷 請各位先 把那個 剛剛做的練習 記得存檔 存檔的時候 記得就是存成 啟用 續集的活業部 並且了解一下 他跟那個2003以前的版本 有些哪些差異 差異最大 我覺得 光那個 100多萬比 這個部分 當然就 已經比之前 來了好很多 從6536 到1048576 大概整整 增加了大概就 已經是 幾十 已經是幾十倍了 所以應該理論上這個 拿來 儲存一般性的資料 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穩定性也沒問題 還有就是說 它的 通用性也沒問題 因為現在基本上 應該沒有電腦 裡面沒有安裝Excel 所以基本上 你給人家任何檔案 都 沒有太 太大的一個 一個問題 那 還有就是說 在Excel裡面 又可以 很 方便的 做開發 VBA部分 那VBA它的 功能其實 已經 不像以前 那麼薄弱了 其實 它開發出來的東西 跟用大型開發工具 開發出來的 結果 其實也不會說差太多了 OK 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檔案 存檔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邏輯函數 這部分 謝謝 谢谢大家